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样讲是有点 可是好像有很多人在一起并没有更好 哦真的吗 正所谓进猪者是进莫者 嘿 自从我接近了乔安娜之后 你就变猪了 变那种狗狗的猪 就是睡很多然后吃很胖吗 睡很多吃很胖吗 没有吧 你跟我在一起反而变瘦了 对啊 真的 没有那是因为假冠线抗净的关系 不然应该会很胖 但其实你也不胖啊 我看了那个文章之后我就突然有点紧张 在 诶诶诶诶对对对 什么叫有点紧张 你的意思是说 呃我跟这个人在一起有没有变更好 不是 我是在电话里面问你说 你觉得你跟我在一起有变得更好吗 因为我觉得 某种程度上我那时候有点 在想说我是不是拖累了你 真的哦为什么 为什么你觉得拖累了我 呃 就是好像你要多一个人照顾的感觉啊 哦可是两个人在一起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 是啦 但是跟你在一起是很开心的 这么甜蜜耶 虽然还是很累 啊没有 要补枪 你累是跟你自己的安排的事情太多有关系吧 我们人生就是要不断的冲刺 后来说书人就说有啊 就很直接的说有啊 他说我在整理房间的时候 整理出了两大袋 要断舍离的东西 就我在我爸妈妈家 有一个一整层的房间 他们是透天错 但我其实没有很常回去 所以相对之下没有什么时间整理 有一些东西其实可能已经要丢了 但五年来都没有丢 五年 就是我有一个马丘比丘杯 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去环球世界旅行 那不是摔坏很久了吗 就被学生摔坏了没 而且那时候我还放在那个学生桌上 因为没有讲台 所以我放在最前面那个学生桌上 我还跟他讲说说 哎你要小心哦 但其实我跟他放其实有一段距离 这讲完不到十分钟 我就听到啪了一声声 我就看 一个星巴克的随行碑 然后它是马丘比丘的那个款式 就裂掉了 然后全马就哦哦哦哦哦 就是那个哦哦代含义的就是看好戏 跟哦哦它死定了 因为我那时候来警告他说 这个杯子在台湾买不到哦 要过半个地球才可以买得到 你不要把它摔坏哦 然后十分钟之后他就摔坏了 这是有一种他想要自我实现你知道 有耶 可是那为什么还会留着 就一直觉得哇哦 它是马丘比丘一个纪念 但他不能用了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那边当一个壮饰品 可是因为我每次看到那个杯子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 那个杯子 那个心痛 那个心碎的时刻 对所以就觉得 哎好像是一个 没有那么美好的回忆 因为我反而就不会因为看到那个杯子 想到在马丘比丘的 那种开心的感觉 反而是就想到那个事件 对 但我没有责怪那个学生 我就只有 但是那个印象太深刻了 对印象太深刻了 所以我后来觉得 那把它断舌离掉好了 但我有帮他拍了一张遗照 不错耶 这样代表你有意识到 当你看到物品的时候 你的脑海里生起什么样的念头 对啊 我觉得如果看到这个东西 是想到不愉快的事 那就让它走吧 那你还断舌离哪些东西 好好奇 就是一些没有要用的课本参考书 还有一些小杂物啊 小东西的 就是没有要用到的东西吗 对 或者是当初买的东西 铁盒什么之类的 就把它丢掉 不错耶 所以整理出了两大 应该说一大袋垃圾 然后两大碟的书 哇 那以前是不是你都会一直放着 以前是会觉得说嗯过年来整理 但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他们就always在那里 还有一些什么过期的电池 我就把它放在那边 因为电池也不能乱丢 所以就把它放在那边 因为我房间在算是四楼吧 你知道要下去到一楼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哈哈哈哈 一个懒到极致的感觉 你自己笑成这样 我真的很懒 哈哈哈哈 我可以在房间运动 但我就懒得中下楼 这概念是这样 就是一个极致的懒 所以我就把 这五年来 或者是这七年来 我想要丢垃圾都丢光了 赞 赞 很棒耶 多亏乔安娜的断舍礼 而且我在丢这个东西的时候 以前可能会觉得说 诶这个东西还可以用 所以我就会留着 但我这次整理的时候 我的念头改成了 这个东西我还会用到吗 现在有没有想要用它 对如果三年前没有用 那三年之后应该也是不会用 所以就丢吧 说得很好 那如果要的话再买就好了 说得很好 对所以 就丢了蛮多东西了 不然就是这个东西如果替代品 嗯 譬如说我可能原本有八八尺 那就只剩一把 哦 那OS6是八八尺杀小 哈哈哈哈 八八尺 这感觉人家是个什么 八八丝 好丝欸我超喜欢吃八八丝 哈哈哈 哈哈哈哈 被你这么讲有点饿 哈哈哈哈 所以你病人比较会真理的 你比较会筛选什么样的物品 对你来说是有用的 对对 或者是不会用到就把它丢了 就不会像以前 有一种嗯它还可以用 因为可能我爸妈妈他们的观念 都是觉得这东西还可以用 或阿公阿嬷的观念都是这样 勤俭吃家 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坏 就不能丢的这个概念 对舍不得丢嗯 但其实你也不会用到 对 可是我觉得就是这种心情就很矛盾啊 你看到它的时候 你内心就会觉得 哦 它在那里 都没有用欸 我下次用它 但其实没有那个下次 所以我觉得某个程度来讲 回馈过来的是内心会有一种 guilty吗 对对 很自责 很内疚 或者是 觉得自己 很浪费 对有一个杂物在这边 那我要用它 可是我又没有做到 有一种就是那种 打破你的承诺的那种感觉 诶 你做得很好欸 我以为 我也觉得我做得蛮 傻小 我以为 只有我会这样子想欸 就没想到你也有 这样的 我内心有细腻的一面 就是你也有感受到这个层面 蛮好的 有啊 因为每次看到那些东西的时候 我常常觉得身边的物品真的会对我们说话 它会反射一些念头给你 就像是它没有用很浪费 或者是它有点丑 我看到它有点矮油 那你当时干嘛买它 就可能以前没有那么有意识的时候 用的一些东西 像我最近 你说是千千前男友吗 不是啦 就是我最近不是在做那几减三十天的断舍离 练习 我已经到了第二十天了 这个游戏第一天断一样物品 第二天要两样 第三天要三样 所以第二十天要二十样 做了三十天的话 就会断舍离四百六十五件东西 然后我们家就会空无一物 比较难 我就发现说 哇真的 我以为我没有杂物了 可是 在整理的过程中 竟然发现这些细小的杂物 真的它就是躲在你的抽屉里 而且是角落的角落 就你看到它 但是你好像没看到它 真的都是小东西耶 我们最近整理出来都是小东西 你就让它在那边滚来滚去 没有去整理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说 那好像不是杂物 可是当你很仔细很仔细地看它的时候 你才发现说 哎这东西我根本没有在用啊 为什么它还在这里 我觉得这很妙 最近就决定断舍离掉两个衣架 那个两个衣架 比较特别的是 它有两个夹子 所以它可以夹裤子的那种衣架 就那种很传统的 比较粗的衣架 而且通常都是什么蓝色 红色黄色绿色这种颜色 然后两个大夹子 我一直都觉得那个颜色很丑 台湾的style 我就一直觉得那个衣架很丑 可是我又觉得我有在用它 不想要花钱再去买新的 对啊事实上我们有在用它 对但是它真的好丑哦 可是那这种夹子有好看的吗 有啊我后来就买了无印良品的 我就知道又是无印良品 无印良品的它就很好看 所以我就决定在翻滚挣扎了 我觉得至少两年吧 我终于可以不用再看到很丑的衣架了 可是我就觉得说 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真的有点 浪费 不是真的有点神经病 就是说你既然这么讨厌这个东西 为什么你要忍受它这么久 对啦而且那有一种是内心里头 矛盾挣扎的感觉 是吼 有有有其实有 就是说我到底要不要 要断捨离它吗 要换新的吗 还是不要还是继续用 然后看到它又觉得 不开心 对 真的好矛盾啊 没错 但是我很开心我做了决定 所以我那天在照片上面看到 那两个衣架拜拜了 我还蛮差异的 怎么说 你说你怎么会把它丢掉 因为是有在用的东西 哦 断捨离到一个程度之后 你会开始 检视你用的东西 是不是你真的喜欢的 如果真的没有很喜欢的话 可以替换成喜欢的东西 那概念就是要让你有 怦然心动的感觉 没错没错 就是最流行的这一句话 你看到它要怦然心动的感觉 对至少看到我不要有那个 加塞的感觉吧 太丑的东西就是let it go 我另外一个改变还有就是 比较少购物啦 因为既然要断捨离 其实也不能买太多东西 而且我以前会有一个习惯 就我买的东西回到家之后 其实我会忘记我有买它耶 什么意思啊 譬如说我买了一个夹子好了 然后你就会说 欸你上次不是也买了这些夹子 就会说哦 有哦 哦对 买了一堆袜子 然后你会不穿新的袜子 你会继续穿旧的袜子 对啊 这真的是闽南人传统的轻点持家 欸真的好传统哦 然后客家人就会说 干轻点持家是客家人 不是真的很传统 这种买了新东西不用的 然后我阿公就这种个性啊 阿公阿嬷都这种个性啊 东西舍不得用啊 放到过期 你也是吗 然后他就说怕胜 我会耶 我觉得有受影响 有受影响 就会觉得 新买来的东西 要好好珍惜 供奉起来 然后他就供奉在那 那也是某种形式的浪费啊 对啊 我会穿的大概就新鞋或新衣新裤 可是如果是新的袜子 因为袜子可能还有旧的 那如果说还有旧的 你觉得旧的还能穿的话 为什么还要买新的袜子 可能他便宜啊 或是他可爱啊 他好看啊 他舒服啊 那就代表不是需要 而只是你想要 想要对是 像那种状况 说说会买了新的袜子 回来我就会跟他说 你这次买了几双 断舍离一下 旧的几双这样子 然后换穿新的袜子 所以我的袜子就被断舍离掉了 变成鸡蛋的玩具 鸡蛋的玩具 鸡蛋是我们养的狗狗 他的玩具就是我会把一些烘干的肉干 包在袜子里面 然后打结 他会自己把袜子解开 就是好玩的玩具 而且不会把他袜子扯坏耶 他也是会扯坏啦 就是会有一点点叙叙掉 可是他不会是把他整个咬破 有时候他没耐性的时候 他会直接咬破 哦 真的 要看他有没有耐心 可能太想吃的时候 对对对 管他的 蛮好的耶 对啊 你现在超少买鞋子 其实我很喜欢买鞋子 但是我只要一想到说九月娜会念 我就觉得好吧 我们还是先把这个钱省下来 不然我以前超喜欢买鞋子 你以前大概 我觉得可能一两个月就会买一双鞋 可能频率差不多三个月到半年啦 对可是那么多鞋子 旧的 旧的也没有在穿 旧的也可以说拜拜 那是一个爽感 那不能说拜拜 那是个爽感 哎我是很好的吧 我另外一个好朋友 他的鞋有八十几双耶 而且他平均一双鞋 应该都在五千块左右 到一万多块 好恐怖哦 我为什么跟他那个资产 已经可以买一台国产车了 可是他算是在收藏它吗 他纯粹是爱乱买 收藏也是一部分 据说不是说那些收藏品 如果真的选得好 然后又收藏得好 他是不会增值啊 因为他也没有要卖的意思 哦他没有要卖啊 他就纯粹就是看得爽 哦 反正他没有 没有金钱上的压力 应该是有啦 哈哈哈哈 哎哎哎哎 哈哈哈哈 不是要养两个小孩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还有房贷跟车贷 就是你想哦 如果这些八十几双鞋 至少需要一瓶 或者是一个大鞋柜的空间 来放它吧 反正他家很大 他也是透天的 你需要花很多的空间去放置这些物品 可是你的生活空间就会相对的受到压缩 或者是你也需要花时间去打扫跟清理它们 我没有听过他在讲这些办法 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不知道谁在打扫 但我相信不是他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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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收藏鞋的人其实蛮多的 哦真的哦 其实蛮多的 这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但是你不是收藏 你只是因为穿了你开心 对爽 我纯粹觉得这双鞋好看 哎我没有这个款的鞋 或者是我觉得 哎这个搭裤子 蛮好看的 讲的一副好像平常不穿裤子的感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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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另外一个点是还有 我对伴侣变得比较有耐心了 哈哈哈哈 大家我每次都是干这么废话 你有觉得我比较有耐心吗 跟一开始比 咦 所以你意思是 哎你疑的意思是谁 哈哈哈哈哈哈 哎 没礼貌 你的意思是说 你跟我在一起以后 有越来越有耐心这样子 当然啊 哦 我以为是跟你对待前任们的态度相比 前任们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 你们可以开始讲 我以前到底我都会糟糕 哈哈哈哈 多没耐心 超没耐心 哦真的哦 哎牡羊座怎么可能会有耐心 耐心这种东西 基本上90%的母羊座都是没有的 我们天生就有这个缺陷 哈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每次人家问我说 你怎么那么没耐心 我就会回他一句 我是母羊座 待他就会不行 哦等等 -難怪 動了 動了 啊 難怪 把所有的母娘做脫下水 他們自己想來幹什麼意思 那你怎麼樣變得越來越有耐心 因為其實Joanna是一個蠻盧小小的人 她盧小小的點是在於 她會要你把這件事情交代清楚 就是沒有要散罷甘休的意思 真的是沒有要散罷甘休 一般女生可能哄一哄來說 啊沒有啦我就很忙什麼什麼之類 我們可以下次再聊嗎 啊可能就沒有那個下次了 她會跟你說 不行要現在 或者是好那不然 半個小時之後 反正我不會忘記就是 真的 真的 但是沒有辦法用一般紅女生的那種方式 也沒有辦法說 欸我買一個好吃的蛋糕給你 然後就會忘記這件事的 好像沒有用 對 就是如果你沒有說服我 我就會一直問一直問 問到你說服我為止 真的 這其實蠻可怕的 就是如果敷衍的答案是沒有辦法滿足我的 我馬上就會看穿 看穿那個敷衍的答案 我開始想回想起粒粒種種 喔真的喔 真的就是這種感覺 就會有一種 呃怎麼還沒結束啊 又來了 哈哈哈 哈哈哈 你還要繼續問下去喔 我好累喔 哈哈哈 哈哈哈 然後有時候問到我自己也搞不太清楚 哈哈哈 應該是我自己沒有想過這麼深層 所以搞不太清楚 對 欸我有發現 我有發現有時候 你根本其實沒想那麼多 然後但是我會一直帶著你 一直剖析 一直剖析 對 很像那種心理諮商師你知道嗎 那你為什麼會有這個感覺 你常對別人也有這種感覺嗎 你在哪些時候會這樣 哈哈哈 你有想過這樣子我會怎麼樣嗎 哈哈哈 是不是 聽起來我 真的 盧小小 蠻適合當偵探或者是 盧小小 心理諮商師或者是正念引導師之類 我帶你正念的看待自己 這有正念嗎 有啊正念 你知道正念是什麼意思嗎 正念不是 你看他又開始問了 哈哈哈 這時候我就要說我不知道耶 什麼意思 正念不是說是正向的意思 而是 非常的 正視自己嗎 有覺知的 有意識的去了解自己 或者是去做事情 哇那很困難耶 不會啦 你現在已經進步很多了 真的嗎 我還是喜歡不用腦的時候 哈哈哈 你的拖延症也改善了耶 對啊我的拖延症也改善很多 Jana徹底的鞭策我 成為一個會斷舍離 然後又有耐心 還少拖延的人 哈哈哈 哇你真的是很棒耶 突然間覺得脫胎換骨 脫胎換骨耶 就是 完全搭上現在人最流行的 你知道如何減少拖延 善用時間 還有斷舍離是現在最夯的 我怎麼樣幫助你改善了拖延症 Jana是一個排成達人喔 她所有的事情都會有規定的時間表 而且她會在時間到之前 她就會開始提醒你 欸我們待會要做這件事喔 你那個事情如果不做的話 我們這件事情沒有辦法往後做 就比如說我們的podcast 這件事情 我們podcast是在每個禮拜二跟禮拜五上嘛 她就會開始提醒 我們禮拜二要上說 我們要提早什麼時候錄好 而且我們要開始排成 以及我們要開始想助踢 這其實是一個好的做事方法 可是對於一個比較freestyle的人而言 因為我是牡羊座的嘛 又砍頭 又砍頭牡羊座 所以就會覺得 這件事情有一點壓力 你有覺得說我給你有壓力的感覺 坦白說會 但那個其實自己也知道 就是應該要這樣做 可是就會想要躺在床上 滾來滾去 晃來晃去 也不一定有什麼其他事情要忙 就是想要晃來晃去 我以前是那種 事情會累積到最後一天的 就譬如說明天要交講義了 然後今天晚上熬夜到凌晨五點 可是那不會很累嗎 爽 所以你人生最高指導原則就是爽 還蠻多人應該是這樣 開始拖大家下水 怎麼說 我看我的補教老師朋友們 很多都是最後一天才開始寄講義 所以搞得印刷店很忙 因為他們給印刷店的時間就會很少 就誒我給你兩天 或是我給你一天半的時間 甚至還有更扯的是 我早上把獎益寄給你 下午就問你說印好了 可是那這樣子開天窗 他們都沒有開天窗的 會啊 就會覺得這些人真的是 很沒有組織很沒有邏輯 哈哈哈哈哈哈 可是以前你不都這樣 對啦有一點 但是我是那一種 就是我會很慌張做完一件事 但是表面很從容 哈哈哈哈 其實講義改得半死 然後他們就說 欸那講義記得嗎 我就說嗯 我再微調一下就好 高腰改根本就還在這 根本就還沒有開始 對一開始的時候會這樣 但現在我都會提早完成 很好欸 還不錯啦 不會有那麼大時間壓力 所以像我給印刷店的時間 可能就可以給他 很充容的一個禮拜到兩個禮拜 印刷店老闆常常都會很感激我 我說你真是好客人 好有趣喔 所以你真的是因為 我才知道這一行 原來有這麼多人是怎樣 你真的是因為跟我在一起 才變得比較會安排自己的行程 跟工作的tempo嗎 有一點欸 會受影響比較多在這裡 好有趣喔 你知道人類圖說 因為你是二分人 然後我的圖會 創造一些壓力點 讓你變成一分人 你確定只有一些嗎 就是你會感覺到我給你壓力 但是我幫你整合成一分人的時候 你做事情快很多 而且你做完以後 你還會覺得 哇 感覺真好 爽啊 對 很有成就感 或者是很有爽快的感 你會有一點討厭這個壓力 但是你又喜歡那個 完成後的那個成就感 就是這種M體質 哈哈哈哈 九二娜娜皮疙 你快點 叫我女王 女王不要 我完成了 噢夜霜 大概小劇場就是這樣 好好笑喔 小劇場應該是這樣演的 你很會演嗎 就內心上演的無數次 女王來了 趕快假裝有在做事 哈哈哈哈 我有想著說 你為什麼那麼慢 像我們今天要錄 多數人就說我要去大便 哈哈哈哈 然後我要泡咖啡 哈哈哈哈 然後又要去幹嘛 你後來又 哦 又要吃軟糖 哈哈哈哈 然後剛還要報名脫口秀 就無數個 哈哈哈哈 拖延的事情 對啊 哈哈哈哈 然後就說 怎麼慢吞吞 你是一隻馬鹿高塞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後來換Jelena去大便了 對 我們可以這樣一直很自意的講這個詞 沒有關係 然後後來我去大便 一分鐘後來我出來 我說 怎麼還沒有setup好 哈哈哈哈 你才給我一分鐘的時間 我手機才剛拿起來滑了兩下 因為我很順暢 哈哈哈哈 所以就一直被鞭策的過程 除了上述剛剛講的那些之外 還有就是我現在 是一個讀書人了 這傻小 哈哈哈哈 我現在是一個知識青年 你是一個文青嗎 呃 我沒有到文青 可是我覺得我是個知青 怎麼說 我知道還滿多知識的 其實我以前小時候 還滿喜歡看一些文學作品 像譬如說 嗯 蠟筆孝心 那個是文學作品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礦石居宗 哈哈哈哈 沒有我以前我也看一些什麼 余秋雨啊 藍硬鼎這些文章 或是劉庸的 比較白話一點的話 不知道為什麼 上了高中大學之後 就不讀書了 就可能只看教科書 啊我知道高中的時候真的 該媽的書都念不完 高中有一種 一直都念不完 而且又念三類 就有一種覺得大家都很強 然後自己是白癡那種感覺 喔你是念三類的喔 嗯 我是生物系的 哈哈 我以為二類就可以念生物系 沒有沒有沒有 喔 有生物的話會是三類的 OK 我對二類三類的分別不太清楚 就三類就多一顆生物 就 差異就在這裡 OK 可能因為高中的壓力太大 沒有什麼時間看一些其他課外書 有的話可能也是一些雜書吧 那我上大學之後其實會看一些雜誌 像什麼天下雜誌啊 上週啊 嗯哼 這類型的 可是比較不會是書籍 就是雜誌類的 那我以前就在看這些東西 Jerna就會說 像這種東西 它的知識含量 非常低 非常低 而且它就會很斷章取義的 描述一些事情 沒錯 很多雜誌 你都以為說 它的觀點非常中立 但其實它都是 在帶風向 公關或廠商的操作 後來大概有感覺到 跟Jerna在一起之後 因為她很喜歡看書 我們常常會去圖書館借書 那我就會偶爾借一兩本 然後看一看就 喔又找回以前看書的那個感覺了 現在 雖然沒有像Jerna那麼長看書 可是就偶爾也是會看書啊 蠻好的欸 我覺得這也是個蠻大的改變 非常大 因為我自己上次看一個 統計是什麼 台灣人平均一年看兩本書 是不是 兩本喔 我記得是兩本 一個很低很低的數字 可是你可以想像這兩本書 像Jerna可能一年 你一年的看書量 我覺得應該有超過52本喔 超過100本 應該對 這個數量 我以前曾經有計算過 我一年看書的數量 好像都是超過100本的 你看這些人 把這個整個平均值拉高那麼多 也就是說如果撇除掉這群少數民族 少數閱讀民族之後 台灣人可能一年看書量 maybe不到一本喔 我很確定我媽是不到一本啊 啊我也很確定 對啦像我爸媽也沒有在看書啊 對 嗯 但其實看書真的還蠻 我不知道欸 會有一種可以沉澱思考 跟順著文章文字裡頭的鋪陳 去思索一些事情 我覺得我大學那段時間 是比較喜歡看YouTube的演講的影片 嗯嗯 所以我攝取知識是從 YouTube或者是網路上獲得 但我現在可能也是 我還是一樣從YouTube上看 像現在很多說書的頻道 那我可能會先看他說一下 那個書的大概內容 然後覺得這個內容 可能我有興趣 我再去借 我覺得看書的過程是 還蠻專注沉澱的過程 而且你很多書都看欸 有時候類別很廣 從食譜然後一直到身心靈 然後一直到動物溝通 嗯 有興趣的都看啊 好看的書都看 有時候覺得說 這個書的 邏輯思維很清楚的我也看 就是哲學類的啊 或者是小說類的 小說 對 所以你之前不是借了一個什麼 日本阿嬤 那個阿嬤怎樣 的書 它是散文嗎 是左野養子那個 對對對 喔對 一個繪本的作者 他非常的有個性 那他也有一些散文 所以我就又看了他的繪本 然後又去借了他的散文來看 所以真的就各種書都看 對 你大概就是不看商業類的 以前看很多 喔 嗯 在當上班族的時候 那時候 還會看一些理財跟商業類的 可是現在就 已經被我斷捨離掉了 那一類的書 喔 那你覺得跟我在一起 有什麼地方變得更好嗎 嗯 我覺得我變得蠻會整理的 欸 還有打掃 說鬼 一直是說我很 泰哥 蠻乎嗎 欸 欸 你要解釋清楚 好在我的房間還是有道路可以走的 不好說 不好說 死定人 以後不准你再看那些斷捨離的東西 欸對啦 其實你的房間 沒有很亂啦 因為有你在幫忙整理嗎 可以這麼講 欸 沒有啦 就你也不會弄到太誇張啊 對我當它驅到一個亂度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嗯不行太亂了 我就會整理它了 我有看過很多那種 沒有地方走路的空間 睡覺的時候 要把它挪出一個人字形 讓我想到某立尾 那些衣服會移到椅子上 白天的時候移回床上 喔對對對 就搬家的概念 就是短距離搬家 除了這一點之外 沒有其他比較好的嗎 有啦 有啦 你看我現在變得多會開玩笑 喔也是齁 喔以前的喬安娜是非常非常嚴肅的 一點幽默感都沒有 我是嚴肅鬼啊 我以前還以此為傲呢 到底為什麼這組好驕傲不覺得都太到底呢 什麼事情我都很嚴肅 很認真 這到底是哪個事 很認真啊 所以不管做什麼事情我都很認真 這壓力太大了吧 我的壓力蠻大的 你給別人的壓力也會很大 也蠻大的 我印象中有一次 我好像在跟你聊天的時候 好像不知道你講了什麼話 你覺得很好笑 對 我就說欸你真的很三八欸 而且我是笑笑的講就這口氣 欸你真的很三八欸 他就瞬間沉默嚴肅了 我們剛在一起沒多久的時候 喔可能在一起不到一個月的時候 我覺得很崩潰 對 我就跟說書人說 從來沒有人用這個形容詞說過我 沒有人敢叫我三八 他那個時候這麼的嚴厲的講這句話 然後我就 我心裡想 所以他現在是認真起來了嗎 他是嚴肅起來嗎 我認真啊 然後我就說欸沒有說三八這個意思是開玩笑 怎麼會有人三八是開玩笑的詞呢 三八是一個很不好的詞 我真的印象超深刻 我很少記得別人的對話 對你很少把對話記得這麼清楚 但我真的很驚嚇 那時候我有點心想 痾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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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痾 然後我就快速的跟他解釋說 像我跟我一個高中好同學 我們是死黨 我們也都是互相以三八來稱呼啊 他說他們見面的時候 第一句話就是要 罵對方三八鬼 要搶先說出三八鬼這樣 後來有一次我跟說書人去跟那個朋友見面 他們從捷運上來見到的第一時刻 兩個人真的就是互槍三八鬼 對 一樣快 那個瞬間 喬安娜才發現 喔原來 他不是在開玩笑 因為我那時候在跟他解釋這件事的時候 他還覺得我只是隨便找一個理由 編一個劇情搪塞他 我覺得那個劇情很不真實 怎麼可能會有人互稱三八鬼 很奇怪啊 很想要比賽這種事 很奇怪耶 就是 不是 完全不是我跟我朋友的模式 啊對 因為 我們跟朋友之間沒有那麼嚴肅 我跟朋友還蠻嚴肅的就是 哈哈哈哈 感覺在開什麼圓桌會議之類的 就是都要很認真的討論斷舍離啊 什麼的 真的耶 真的很驚人耶 而且都不會開玩笑的那種 哈哈哈哈 這根本比較聊天人家開會好不好 開會 對 開brainstorming會議 對對對 除了 變得比較有幽默感之外 我覺得你好像也有變比較 有安全感對不對 還是我自以為 很有安全感啊 其實一開始是很不安的 跟你在一起剛剛一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 因為你是個容易膩的人 你自己也這樣跟我講 對 就是牡羊座三分鐘樂度 又要把牡羊座拖下水 哈哈哈哈 我就覺得說 可是 我沒有覺得我是個很有趣的人 不過看你現在還蠻有趣的 可以被人家講三八鬼都沒有關係 這個是你的標準嗎 哈哈哈哈 這非常容易達到標準 對啊 恭喜你 你的前任本不是都達到了嗎 哈哈哈哈 呵呵 看來你就是喜歡嚴肅的嘛 而且 呵呵呵 我喜歡嚴肅 但又可以被稱呼三八鬼的人 你喜歡那個反差就是 對 後來你在每次下班的時候 都會打電話來給我 一下班的時候你就會打電話來給我 我覺得這件事情有讓我覺得 還蠻安心的 喔 就是會主動報備 我下課了這樣 就很甜蜜啊 我也不用在那邊 想說 欸你現在在做什麼 或是 你等一下要做什麼 喔 喔對 這我自己都會報備 嗯 但是你也是跟我在一起的時候才這樣的吧 沒有欸 其實我以前大概就會這樣 只是可能因為你比較沒有安全感 所以我會把細節交代的比較多 喔 就我會講說 喔我大概四十分鐘之後到家 然後我肚子很餓我要先去吃個東西 那我大概幾點幾點的時候再打電話給你 嗯 好像是這樣 這真的蠻有效的欸我覺得 喔 所以這提供給普羅大眾 就如果你的另外一半是沒有安全感的 或者是他很想要掌握你的 可是你那時候不會覺得說 還要報告這麼清楚 很煩嗎 還好欸 反正我上課的時候細節都講得很清楚 所以這是一個職業病就是 對 邏輯交代得很清楚 大概有點像這樣吧 就可能我知道你的點 所以 我會把它講得比較清楚一點 嗯 那我覺得有這個安全感 它就會變成一個良性循環 有時候雖然你的口氣會不好 或是不耐煩的時候 我就會比較容易不會往心裡去 喔 會這樣子喔 會欸 好神奇喔 就會覺得說你在別的地方有滿足我 或是有讓我覺得 你很為我想 那當有時候 你知道扣分的時候 就是 那個積分表上有比較多分可以扣對不對 對就是你有很多的buffer可以被我扣 好 我就會覺得說啊 你只是 可能當下心情不好或者是有點急而已 那 時間過了之後我再calset你一下就過去了 對啊對啊 就不會覺得說那個是 如果是 負面循環也會越累積越多 嗯 而且我覺得以前的你啊會比較多小劇場 其實現在也還是會啦 啊真的喔 那最近上演的戲碼是 就是 不知道什麼時候要搬家啊 我有一點焦慮 哈哈哈哈 所以不是感情方面的 現在上演小劇場是家庭方面的 比較像是 欸對耶 我覺得是focus 不再是只有在伴侶身上 突然間覺得壓力少很多 對以前的我就是 真的焦點都在伴侶身上 感情對我來說很重要 簡直像是我的事業一樣 妳覺得比妳的事業還重欸 對啊 比我事業 他就是我的事業啊 我沒有別的事業 哈哈哈哈 所以對方壓力很重也是很正常的吧 我想 那他們以前都怎麼調適 我的意思是 你以前的伴侶他們 怎麼樣的去舒緩這個壓力 還是就會有衝突 會有衝突 就會變成如果他狀態不好的時候 可能我的狀態就會比他更不好 那他就會覺得更慘 他就會覺得 可能有點煩 事情過頭燒 對有點煩的感覺 其實會喔 應該會 都會覺得 幹妳沒有看到我為這個在煩惱嗎 妳還在亂 內心OS應該是這樣 對 但是那有點像是無法控制的欸 我就會覺得說 就是一個心裡面有被滿足啊 對我就會覺得說 那件事情又不是我搞出來的 那妳為什麼要把氣發在我身上 有點那種感覺 那妳都不會遷怒在對方身上過嗎 不會啊 因為我不喜歡這個事情 所以妳不會因為妳事情很多很煩 然後對方在跟你講什麼的時候 妳口氣就不好 完全不會 但是現在我會這樣對妳了 對 我有發現 因為這樣比較正常好嗎 哈哈哈 以前那樣太不正常了 可是我剛剛在想說說 嗯有嗎 可是我覺得妳有時候口氣會對我不好欸 就我心情不好或者是我覺得很焦慮的時候 我就會把這個情緒可能透露給妳知道 我知道了 明白 但以前我可能就會壓下去 我就會把這件事情壓下去 在面對對方的時候 我是以好像很正常的樣子 或者是語氣對她說話 算不會有一點精神分裂嗎 或者是 就對我來說 我會說 嵌怒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啊 就跟三八一樣 哈哈哈 可能是因為 小時候我常常覺得 大人把情緒發洩在孩子身上 就是也就是我 我常常承受到大人的各種情緒的壓力 嗯 那我覺得這種感覺真的是很不好 所以妳不會發洩在別人身上 對我就是很要求自己 不要把情緒遷怒給別人 哇 好嚴肅的感覺 很自律欸 這其實某個程度來講 是種自律 可是那個自律很壓抑 嗯 妳還是可以放鬆一點 妳可以遷怒在雞蛋身上啊 有時候啦也是會 拉她的臉啊 之類的搓揉她 吸她的狗毛胃啊 就是有時候我在忙的時候 她一直來吐我 要我摸她 我又很焦慮的時候 我就會跟她說 我就會用不好的口氣跟她說話 妳沒有看到我正在忙嗎 媽媽在忙啊 嗯嗯 哈哈哈 雞蛋就會這樣嘻嘻叫 不可以這樣哭哭 然後她就會默默的 哈哈哈 妳去睡覺 呵 這隻狗 她一天睡個十幾個小時 都因為媽媽太忙 媽媽很忙 就一直叫她去睡覺 哈哈哈 這不就是平常帶小孩的人 對 哈哈哈 某個程度來講 我們都有自己父母親的投影在身上 以前我在妳沒有在家的時候 也很容易 感覺到焦慮 那妳在焦慮什麼 其實妳以前 妳以前不在家的時間其實還蠻少的耶 現在反而是比較多的 對對 那那時候我就會 因為還沒有雞蛋 然後只有我一個人在家 說出人不在家的時候 就是整個晚上不會回來的時候 可能是回她父母家 我就會 那種內在的 不安跟焦慮就會浮現 那個不安的時候都在想些什麼 其實不見得是有想些什麼耶 有些時候是 我覺得我根本沒有在想什麼不好的念頭 可是那個情緒就上來了 就是那個不安的情緒 是憤怒跟焦慮 就焦慮 然後不安 然後可能會變憤怒 可能會對妳有點埋怨 為什麼妳不回家之類的 喔還蠻 對還蠻常這樣子的 我轉移注意力的方法就是上癮的行為 比如說 呼麻 一直追劇 喔 我以為呼麻是嚇死我 哈哈哈 我這樣 沒有呼麻啦 但是我們沒有呼麻 所以不要檢舉 就沒有這個東西啊 就有時候可能會追劇或喝酒 當然沒有喝到爛醉 但是就是會喝到微醺這樣子 嗯 但還好妳不太會發酒瘋欸 因為沒有喝醉啊 喔 還是我酒量太好 都有可能 每個人對醉的定義不太一樣 很多喝醉人都說我自己沒有喝醉 對啦 但現在 說實物人常常不在家 我好像也還好 對 我覺得這一點還蠻不錯的 就是妳開始有 可以自主管理自己的情緒 以及把這些時間 拿去分配在其他事情上 而不會全部都focus在我身上 有點像是說 那個安全感 變成是一種 扎根的感覺 嗯 那有那個根之後 就可以往上發展 開出枝葉 不錯 妳現在盛開 發現了事業第二春 妳有好幾春吧 很多春 日日春 像斷水梨啊 動物溝通啊 動物溝通 瑜伽 還有翻譯啊 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 畫畫 覺得時間不夠用 尤其我睡又睡得很久 養足精神 呀 這對妳來說應該變得很輕鬆吧 我覺得每個人應該就是要有自己的目標 好啊 就兩個人在一起互相陪伴跟支持 可是妳還是要有妳自己的 興趣 我說實在的啊 感覺有點像是 如果今天我的重心也全部都在妳身上 我壓力也很大 也很大 對對對 那我好奇的是 前面我當我還沒改變的時候 妳是怎麼調適的 像那種就是新生兒的時期 媽媽都要花比較多心力照顧她 然後等到這個新生兒 她可以獨立自主之後 她就不需要媽媽 你是這樣想的嗎 沒有啦 一小部分 但是我覺得比較有點像是 啊但如果你內心裡頭的確有一些恐懼 還有深層的不安全感 那我們就把那個恐懼跟深層的不安全感 看是怎麼樣 把它減弱 讓它可以用別的方式來慢慢慢慢的轉移 但我覺得還是要把根本的問題解決掉 就妳的不安全感是從哪裡來的 這樣講起來有點抽象耶 你不在家 然後我跟你說我心情不好 然後做我就會花很多時間給妳講電話 哦 然後就會熬夜把自己的工作再完成 所以就呈現一個嚴重的不足的狀態 哈哈哈哈 那妳哪來那麼多的耐心啊 因為真的蠻喜歡的吧 就我覺得是有真的想要跟你走下去的 嗯 所以就會覺得那多花一點時間陪伴 好有趣喔 不過還好已經度過那個時期了 哈哈哈 我已經脫離 哈哈哈 育嬰時期 好好笑喔 哈哈哈 我現在回想就覺得 哇 妳為什麼會想要跟這個神經病在一起啊 而且的確都是半夜的時候在那邊哭鬧 哇哇哇哇 哈哈哈 然後問個老半天妳是要喝奶嗎 還是要尿尿 你哪裡不開心 哇哇 我覺得是不開心 哇 我也不知道哇 大概就是那種感覺吧 一個巨嬰 哈哈哈 哈哈哈 我覺得這個比喻好像 好慘喔 還蠻天切的 也太慘了吧 哈哈哈 哈哈哈 然後安撫安撫安撫到半夜 然後才有辦法去做自己的事情 哈哈哈 然後隔天又來一次 哈哈哈 哈哈哈 不會啦 妳在家的時候有比較好不是嗎 對 哈哈哈 喔可是我們一開始也是沒做 可是有的時候就是 我有情緒的時候 這個這個現象會開始 出現 有可能我那時候工作很忙 嗯 嗯 那我可能口氣就會比較差 嗯 那妳就會開始在那邊 哇哇 就會覺得不開心 對對對 所以我要放下手邊的工作去安撫 啊沒錯 所以妳後來啊我知道了 妳一定是覺得說這安撫實在太累了 妳還是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氣好了 哈哈哈 就覺得要發怒之前就覺得不行 我現在發怒這一分鐘 可是我後面可能要花50分鐘來收拾 這個時間投資成本實在太高了 我們還是忍耐一下 欸怎麼了啊 妳還好嗎 不開心啊 那我跟妳聊一下天 好好笑喔 有點像這樣的 有點像是 不要搬磚頭砸自己的腳 可是我不知道大家 其他人會不會也有類似的困擾啦 就是另外一半可能比較需要高度的安全感 但這個真的需要很多的耐心跟時間去陪伴 我真的覺得要有足夠的喜歡跟愛才有辦法 為什麼我會這樣子做也是因為喬娜 我覺得她有很多她其他的優點 不可能要求一個人全部都完全符合妳自己的理想對象 那她其他的部分 譬如說她很知性然後 沒有其他優點了 欸欸欸欸欸欸 我耳朵都竖起來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她很知性很敏銳 看待事情的方法 其實我還蠻欣賞的 還有一些剖析事情的角度 是我覺得 嗯欸欸原來還有這樣子的觀點的 那她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的優點 我覺得很願意學習新東西 然後去探索 我覺得很多很多很多啊 那可能在耐心上面 我們就要提升一點 因為她的不安全感這個部分 我們要慢慢慢慢的去讓她相信說 喔其實我們是會在一起很長久的 不會是只有短暫的一段時間 所以你不需要把所有的精力都一直花在關注我上面 你也可以去做自己的事發展自己想要發展的 當然如果你有更多東西我們可以一起分享的時候 這個關係會更緊密跟更健康 你這樣講我想起來 以前我一直覺得感情是一個很易碎的物品 如果我們今天吵了一架很可能這個感情就斷了 欸我有印象 以前我們可能有不愉快 或者是你情緒波動很大之後 當你冷靜下來 你就會問我說 我這麼盧 或者是我這麼討人厭 我脾氣這麼壞 你為什麼還會喜歡我 所以某個程度來講 其實你也知道你自己脾氣不好 但你都會覺得 就是過了這一次之後 你會有點訝異說 欸為什麼我還在 有一點欸 就覺得這個人為什麼還沒被嚇跑 有一點欸 因為我不是一般人 這是太不像牡羊座了吧 你的三分鐘熱度 這次燒滿久的 燒滿久的 真的燒滿久 我們這樣在一起多久 八年了吧 對啊 以牡羊座來講真的是很不可思議 我也覺得蠻不可思議的 跟我完全當初預期的不同 喔對我們的組合是牡羊配天蠍 一般人最不看好的星座 沒錯就是一個沒有安全感 然後一個又很容易膩 哈哈哈哈 一個很火爆 然後一個又想掌控 對 一個像脫江野馬 然後一個想要把馬拴住 這樣子 對對對 對 我那時候常常會覺得說 好像 有種如履薄冰嗎 感覺好像 如果今天我們吵了一架 然後某個地方我們的觀念不合 就會導致 我們的感情分裂 你這麼嚴重 對啊 你是以前經驗很不愉快是不是 我不知道耶 我覺得有可能是我太多的不安全感跟恐懼 讓我把事情每次都想得很嚴重 對你的內心小劇場都是往負面情緒走 嗯 嗯 真的還蠻累的 我又記仇嘛 如果你今天真的踩過了線 讓我覺得我非常的不舒服的話 很可能會記很久 到最後有可能是 過去的對象都是我跟對方所分手的 嗯嗯 到某個程度我覺得你根本 不關心我也不愛我 根本不重視我 受不了 我就會斷裂 哦 嗯 了解 有點像恐怖的自我驗證嗎 就是我內心有一個聲音是 我覺得我自己不值得被愛 跟這個人在一起的這個過程中 對方的那些冒犯 或者是那些我覺得不舒服的地方 他就是一直在驗證說 啊我就是不值得被愛 所以你怎樣對我 可是有一些可能會不會是 你自己去發這個脾氣 然後去驗證這件事情 也是有可能啊 但是在我那時候的角度看來 我不覺得我有責任 可能我會覺得說 我已經把我的情緒管理得這麼好了 我也都以你為主了 你要說我要去做什麼 我都配合你 嗯 那為什麼你還這樣子 讓我失望 哇哦 真的壓力蠻大的齁 這樣想起來 壓力蠻大 這有點像有一些那種媽媽 喔 妳看我栽培妳 我犧牲自己 都為了妳 嗯 就是為了要讓妳 可以飛黃騰達 然後有好成績 考考好學校 但是妳怎麼那麼讓我失望 對 還蠻像的耶 其實這個是扯到人類圖 就是我不知道 大家是不是有這條通道的人 都有這種感覺 19、49這條通道 人類圖它 有好幾個 九個能量中心 然後這九個能量中心 都以通道連接 那如果有一條整條的通道 你就是會有這方面的特質 嗯 19跟49這個就是 她會很支持跟很多的付出 給她在乎的家人或朋友 或是伴侶 嗯 可是她也同時很要求對方的回饋 喔 就是如果你沒有讓她感覺到 你是同等的重視她跟回饋她 她就會覺得不高興 那就是有條件的愛啊 是啊是啊 那種有點像付出又期待對方的回饋吧 我以前可能有時候也會這樣子 就會覺得說 欸我對你很禮貌 你幹嘛熊屁啊這樣子 嗯 對於一些人啊 不一定是自己的朋友 所以可能就是櫃台小姐 就我覺得我很客氣問你 幹嘛一副不耐煩 嗯 但我後來就會轉換心態 告訴自己說 我對她的態度跟她對我的態度 是兩個獨立事件 我要把她這樣子想 當然會有連帶關係 可是我要把她想成她是獨立事件 嗯 所以我不能夠說 因為我對她很客氣 我就覺得她應該又對我客氣 她對我不客氣 那是她的選擇 可是我不要 也是她的問題 我不要因為她的不客氣 然後讓我自己整個火大 心情不好啊 對 就是毀掉你自己啊 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都需要不斷練習 因為每一次每一次都要不斷提醒自己 啊這是兩個獨立事件 她對我怎麼樣 跟我對她怎麼樣 我不能夠把她看在一起 嗯哼 對 我覺得你給我很多的支持跟 寬容讓我可以做自己耶 那我真的蠻重要的 能夠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不知道你以前就是這樣的人嗎 還是你跟我在一起你才 這麼會支持跟包容另外一半 我通常都還蠻支持別人去追求自己想追求的東西 只要不要傷天害理啊 不要違法 我覺得每個人在世界上都有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 這輩子如果可以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因為大部分的時候我們過的人生不一定是自己想要的 對 可是一開始我們變得比較緊密之後 你也是會有焦慮覺得說 我好像不是一個那麼認真賺錢的人 這一個點讓你覺得有壓力 以世俗的觀點來講會是這樣想沒錯 但是後來你怎麼轉變了 佛度有緣人 沒有 我度你這個有緣人 是這樣嗎 沒有啦 我有點像是 如果你做你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但又可以賺到錢 即便你沒有賺到超級超級多錢 但你自己可以過得開心 然後生活也過得去那就好了 可是這是很大的轉變 我也覺得 從你本來覺得很焦慮跟金錢匮乏的 就是你自己有金錢匮乏的議題 有點像是我自己也告訴自己說 我的人生不想要一直被金錢綁架 但是蠻有趣的 因為其實從我的阿公阿嬤什麼的 他們都是會一直告訴我說 錢就是要存起來 錢就是要存起來 包含我昨天跟親戚聚會的時候 他們也是在那邊講說說 有賺到錢要存起來 你說長輩們嗎 對對對對對 對 每個人都告訴我說賺錢要存起來 可是那個長輩他自己本身不是 就是一個很浩克跟很慷慨的人嗎 沒有是另外一個長輩 對對對 但他也不是很吝嗇的人 但他們是屬於節儉的 總而言之呢 就是所有的長輩都會很關注我的工作狀態 以前是關注我的學業狀態嘛 後來是關注我的工作狀態 賺了多少錢啊 有沒有存起來啊 對對對 他們不會問說最近健不健康 但是他們會問說最近工作順利嗎 最近開心嗎 不會不會他們不會問 沒有人會問問這個問題 不會有人問這個問題 在我們家住裡頭 你好像有點破音耶 沒有人關注你感不開心 沒有人 有點好笑的是很像是說你有這個金錢匱乏的議題 我來挑戰你 push你到極限 我後來可以理解跟釋懷 就是因為我覺得 那可能這就是我的課題 如果我一直匱乏某一樣東西 那這個就是我的課題 譬如說你可能匱乏感情 嗯 那我匱乏的是金錢 啊有些人可能匱乏的是其他的親情 或者是 不知道任何 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匱乏 除了感情跟金錢 自尊啊自信啊 自尊自信 好這個我很少在匱乏 對你沒有 所以你根本想不到 哈哈哈 你根本想不到 還用care別人 或是匱乏子女啊 對啦 但是你知道老天爺就是會給你這個課題 他就是你的挑戰 當我們變成了一個無欲無求的人的時候 才能夠無欲折綱 呵呵 我記得好像前年我們去法谷山跨年 喔你說我抽到那個啊 對 戰勝自己 我們抽到有點像是一個籤 上面有籤詩 就是你的2020年的課題 說書人抽到的是 如果你沒有戰勝自己的話 其他的都是屁 哈哈 排話文是這樣 排話是這個意思 法谷山當然不會寫都是屁 就其他都不是很重要 重要是你要戰勝自己 然後我覺得 哇那年有準耶 還蠻準的 戰勝自己 你沒有那麼焦慮的時候 就覺得 哇 我好像真的可以 只做我喜歡做的事情 那種感覺真的蠻自由的耶 那你做得開心嗎 蠻開心的啊 那你看回過頭來 因為你做得很開心 你就不會花那麼多時間來管我了 沒錯 我就獲得了自由 這真是很好的循環耶 哈哈哈哈 我們都得到自己想得到 沒錯 這真的是很不簡單 我覺得 我也覺得 因為我記得 我們那時候 剛在一起的前五 前四年前五年 去旅行之前啊 所以大概前兩三年 剛開始在一起的前兩三年 我要不斷地說服跟 有點像 開導嗎 說書人 關於金錢匮乏的這個恐懼 它有多麼不合理 有點像是 邏輯上的說服嗎 可是那時候你的心 還感覺不到那些東西 但其實我最近在看房子 我看到那個房價之後 我又開始金錢匮乏 哈哈哈 正常的啊 真的是夭壽 沒有正常的 因為都是一波一波的 就是說你會變好 可是你也會有時候覺得自己又退步 它就是一個波你知道嗎 總體而言你還是在往上走的趨勢 希望我的金錢價值觀的進步 可以趕得上房價的進步 房價嗎 哈哈哈 欸板娘一瓶六七十萬是啥小啊 還不是在新板特區 在那種什麼重化區 合體 我們在看合宜住宅只是租屋而已 一個月要兩萬五 還不含管理費喔 管理費加上去又要兩三千 還滿貴的啦 這就是人生 而且又是空污 雖然它有附冷氣跟熱水器嘛 會旺欸 然後但是其他的東西都不附 就變成如果我們要選擇這樣的租屋處的話 我們就要付出更多的錢來 那又回頭到一句話 你看這樣價一價 差不多是三萬塊以上的事情 是不是又來到租不如買 哈哈哈 就是一直在裝的鬼大牆 哈哈哈 可是租不如買這個是 是不是建商的話術啊 是不是他想要洗腦我們啊 是啊是啊我相信這事要洗腦啊 因為這樣他們才能 但你看到那個每個月要付三萬塊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又在認真想 嗯這句話好像有那麼一點點道理 但總而言之就是房價現在大得貴個屁啊 哈哈哈哈 那在貴殺小我都不知道在貴殺小 不是要少紙化了嗎 哈哈 據說在2040年的時候 台灣的人口會來到1900萬 比現在整整少了400多萬左右欸 到時候的房價就是勢必會往下走 希望咯 但是那是20年之後 對 QQ 我們就退休了這樣 好 希望那個時候就可以退休了 哈哈 希望你喜歡我們今天的內容 如果你有想要聽的主題也可以留言給我們喔 謝謝你們的聆聽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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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